您可以看到现在呢 我手上的这支手机就是小米14 Ultra 也就是新手机 您会看到这次来讲 其实外观上来看 背盖是用素皮 因此你握起来会更加的有舒适感之外呢 照相功能四颗镜头更是亮点 号称是专为摄影而生的旗舰机 四颗五千万画素镜头 并导入AI计算的摄影技术 可以支援120倍的数位变焦 外形延续上一代 机背用大圆环围住镜头 披个背盖使用新技术 耐用度比上一代提升六倍 另一家陆场OPPO不能输 推出Find X7 搭配联法科天机9300 手机拼AI想拍网美照 不用再担心 路人好多 AI功能当道 当然咯 手机大厂也要跟AI擦上边 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大陆的手机大厂 推出的AI功能 是把路人圈起来之后 紧接着没几分钟 它就会自动的来做消除 也可以来看现场的对比 韩系大厂三星推出的新机 则有即时翻译的AI功能 而荣耀推出的新机 则是搭载了70亿组 参数的大型语言模型 手机越来越聪明 让生活更加便利 多家手机大厂大售AI旗舰机 外界预期是要赶在预计 六月发表AI技术的苹果之前 抢下先机 TVBS新闻从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站